那真是太好了 你 师父 师父你怎么了 我转 师父 我转 快去 师父 师父你等着 来人哪 快来人救我师父 怎么了 快 救我师父 师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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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没什么事 只是疼昏过去了 这玄武护法 果然天生丽之 摘了面具 比戴着面具 看着舒服多了 诸葛无许 你把我师父怎么样了 谁让他对你不好 我给他吃了些 五香断金散 一日发作数次 每次都伤及他的身体 令他痛苦难当 一日比一日厉害 话说 这玄武护法 不是白当的 今日已经是第十日了 他居然还那么嘴硬 不过交出 真的证魂助来 诸葛无学 你无耻 这世上 恐怕只有青所姑娘 敢说我无耻 你把解药拿来 可以 那就要看姑娘 怎么做 你要我怎么做 按照你我之前的婚约 与我成亲 你休想 那姑娘便看看 高长公和宇文雍二五相争 谁胜 谁一败 怎么 有人改变主意了 我改变主意了 我改变主意了 你放我出去 此话当真 当真 好运来得太快 吴雪不得不再斟酌一下 姑娘 是答应按照你我之前祖辈的约定 与我成亲吗 你说呢 我师父的姓名还在你手里 我敢骗你吗 那真是太好了 你 我就知道 你不会那么轻易屈服 把解药拿来 你就不怕 四哥哥将你碎尸万段吗 把解药给我 你可知道这样做的后果 你就不担心你的师父 他 可是从小把你拉扯大呀 我后悔我没能学到师父的本事 我后悔我没能杀了你 你究竟是身为蓝陵王妃的端木莲 还是身为大舟后宫的原青锁 你不愿意嫁给本城主 究竟是忘不了你的高长宫 还是深爱着你的宇文雍 我真是越来越琢磨不透你了 这不关你的事 好 夫人以青锁姑娘的嘴是够赢 事与吴雪不得不再卑鄙一些 高长宫赶来金庸城 对敌周国大军 就算他赶得及 也须皇上下旨 令战场附近粮草兵力救助 这道圣旨一下 高长宫的后援一概都会被切断 夫人以青锁姑娘请想一想 高长宫孤军队里周国十万大军 会是什么样的结果 只可惜高长宫还想着皇上会大兵在后 粮草救援呢 这会儿正赶着回金庸城呢 你 宇文雍此次携带十万大军 可据吴雪所知 高长宫只有身边侍卫五百 这五百对敌十万 后果堪余呀 罢了 吴雪不打扰二位了 诸葵吴雪 你救我儿子 我去把朕魂珠交给你 师父 朕的朕魂珠就在我身上 只要你救我儿子 你答不答应我的条件 师父 诸葵吴雪 生性狡猾 就算师父把朕魂珠交给他 他也未必能救援四哥哥 倒不如 我们跟他约定 只要四哥哥得到救援 保住了金庸城 之后 我们再把朕魂珠交给他 说得好 清索姑娘 冰雪聪明 可你想过没有 此时 你们根本没有资格跟我谈条件 这朕魂珠是死的 可高长宫是活的 这死的 可以随我去找 可活的 死了 便救不过来了 再说 你就忍心让皇上大兵救援 伤了周兵 伤了宇文雍吗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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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因为你 都是因为你 宇文雍才会发病被伤 攻击金庸城 我不会听你的 我不许任何人伤害我儿子 师父 师父 清索姑娘 看来 看来你还是不晓得做母亲的心 这个时候 任何天下至宝 都敌不过儿子的性命中央 诸葛无许 你听着 如果你再敢伤害我的师父 我就跟你同归于尽 这阵魂珠若是到了诸葛无选手里 势必会天下大乱 可是有我在 师父又没办法用假的阵魂珠欺骗他 哎 怎么办 怎么办 宇文雍 我要找机会救四哥哥 我要去找宇文雍 他到底知不知道我在齐国的皇宫 二虎相争 必有一生 宇文雍 你在哪里啊 怎么办 夫人 可知道骗我的后果 有原情所在 我自然不能骗你 好吧 你身子虚弱 不能走太久 告诉我镇魂珠在哪儿 我去去 你是娶不到 小雕 小雕 你是最善解人意的 你陪了我这么久 我 我 你现在自由了 小雕啊 小雕 我是为了长弓 自由自在 别人 别再回来了 我 他 你 好吧 呀 你 虽然